大家好,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谢聪明做的懒人蒸蛋 这道菜既简单又好吃,你们一定可以学会 先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的材料 蒸鱼豉油,香油,鸡蛋,水和葱,还有香菜 第一步,先把葱和香菜切碎 切碎之后,把它们放到盘子里面 然后放一些蒸鱼豉油 鱼豉油比这个放的要少一些 接下来放大概两勺水 搅烂一下 打鸡蛋 把盘子放到蒸锅里面 盖上盖 放到微波炉里面 蒸4分钟或者5分钟 我放的是热水,所以只用蒸4分钟就行了 好了,等它蒸好之后就可以吃了 今天到,蒸蛋蒸好了 让我尝一尝美味的蒸蛋 嗯,真好吃,你也来尝试做一个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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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